有四種植物了 所以其實只要先做一個然後再把公式複製過去 到其他的就可以了 那因為其他的每一個每一個頁面他的 總比數也不同 所以基本上你複製公式之後再向下填滿 否則的話他列數會不同 那我怎麼查到單位基本上的第一個 你當然可以分階段第一個是先切3到5 切的話呢當然前面我們講過用那個密的函數 所以你這邊的話可以找到密的函數 他可以給他一個文字第幾 star number的話第三個字 那我要總共要三個字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108 如果是的話 那我可以第一個 把它切108 第二個把公式剪下來之後呢 再利用這個 去用V2函數去幫我查 查什麼東西呢 查查就是108 在哪一個呢 F3 那你可以看到了他裡面已經幫我們先做好了單位 單位裡面的話 有沒有看到10 有沒有這個前面有那個他的編號 然後行庫 那我要的應該是第2 第2欄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游標放在單位上 他會切過來 總共兩欄 所以我就知道第2欄 那比對方式的話 一樣是完全比對輸入0就可以 按確定 第一個 我就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了 那因為我剛剛好有貼上了是文字 所以 假設你們遇到這種狀況 通用 改回來 再打勾一下 因為剛剛我用貼的 所以會有問題 好吧 像 那記得先不要向下填滿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向下填滿 等一下我們要把公司複製到其他的工作表 所以先不要填滿 先做出來 那組別的話 基本上就是什麼 我們如果不知道 切過來看一下 ABCDE 那實際上就是第7個字 所以一樣 可以先插入函數 一樣最近函數 最近用過MID 這個編號裡面呢 我要第7個字 那我要一個字 OK 先把這個A先抓出來 再利用剛剛的方法 插入函數 V入函數 然後一樣去查 A 去哪邊查呢 F3 去組別裡面查 查什麼呢 如果不知道 點一下 查第2欄 然後我要完全比對 OK 按確定 好一樣 可以把這個查出來 升等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 1234 這個是 基本上就是第1個 第1個字 第1個字 你可以用Labs 或者是用MID 其實或者你用MID 好了 反正 都用MID 好了OK 那哪一個 這個 StarNumber 第1個字取1個字 1 不過呢 它是文字的1 那如果你文字的1 假設你今天要查什麼 查的是升等 所以我們用V函數 一樣 如果假設 你這邊1 對不對 那table array呢 我是要查那個升等 這個table 那升等 你乍看之下 其實是一樣的 可是因為這個裡面放的是數字 所以 如果你等一下 但你如果沒有轉的話 基本上會錯 第2 0 好 那基本上如果說你按確定了 他會 Not available 找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 他這邊是文字 另外的對照表是數字 所以很簡單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地方 把它轉型的話 其實 可以在那個 這個MID的 外面的地方 包一個Value 所以你這邊可以 打一個Value 前刮符 然後呢 後面的話 加一個後刮符 OK 按打勾 基本上 就出來了 OK 所以特別之後 以後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就是 理論上如果你這個編號裡面 裡面有夾雜 有英文有中文 或者有一些符號的話 一定回來一定是 文字的 跟 這個對照表裡面如果 不相符的話 那就會產生錯誤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考核部分的話 因為有甲 跟A減 都沒有關係 反正 他名稱只有差一個字 在於這邊的話 烤雞跟烤坪 那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把這三個相加除以三算了 所以 我就是 一樣 先 什麼 插入一個 Value函數 然後插什麼 插這個 在哪邊插呢 F3 我在烤雞裡面 烤雞等級 有個烤雞有烤坪 烤雞應該是 優甲乙 那比對方式 查第二欄 幫我把第二欄插回來 比對方式一樣是完全比對 85分 OK 這個時候 可是只有插一個甲 另外 另外兩個怎麼插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Ctrl C 加上什麼 Ctrl V 把這邊改成 F3有沒有 改成這個 G3 不就差這個了 再加 什麼呢 再貼一次 這個把它改成 A- 那這個 因為他 名稱只差一個字 烤雞另外叫烤坪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烤雞 改成烤坪就可以 或者是說呢 你也可以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Deleteer 按F3 再怎麼樣呢 找到烤坪 OK 他不就過來 也是一樣 相加之後呢 記得好 先刮虎 先加起來 之後除以3 這樣就平均了 除以3 OK 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 成績就算完了 那 比試成績的話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成績 乘以0.3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以 0. 這個應該是0. 0. 0.7 看錯了 0.7 打勾 算完了 再來合計 就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成績 加上 這個成績 打勾 那名次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Rank函數 所以插入環數裡面 你可以用那個 統計裡面 Rank Rank 就是找到Rank 這邊有Rank 那如果2010以後的版本 就是Rank EQ OK 按確定 然後一樣 他的成績 在哪個範圍呢 Reference 指的是這個範圍 不過 我們合計好像沒有做一個 F3 裡面沒有合計 所以我們直接選這個整個範圍 就是這個 這個指的就是說 他的成績跟這個範圍裡面的成績相比 它是第幾名 記得按F4 把它鎖起來 OK F4 可能裡面現在沒有 因為我還沒有全部都填滿 所以這邊 加一個W 不好了 因為其實只要鎖列就好了 按確定 OK OK 那 可是呢 我們有四個工作表 所以其他工作表的公式 怎麼樣複製過來 比較快 其實我建議各位這樣 你可以 把這四個一起選取 按序的鍵 這樣子是跨 多個工作表 選取 那你如何把公式 通通複製到其他工作表呢 其實非常簡單 以他為 基準 你只要游標放在這上面 游標放上去打勾就可以了 游標放上去打勾 那打勾這個動作 實際上就是把公式 全部都複製到其他的工作表上面 那其他工作表呢 也會 有 你剛剛做的這一些動作 但是可能名次的地方 因為我們總列數是40 但是其他工作表不見得是40 所以你可能這個數字要去稍微修改一下 做完之後呢 再取消多選 記得多選是按SHIP鍵 那取消的話記得選取 這個四個工作表以外的 等級或其他的反正你隨便後面點一下 他就取消了 那你再切回來 你會發現 他這個公式呢就已經產生了 你只要怎樣 向下填滿 這底下 只要向下填滿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我們可以把其他的 全部都做完 那名次特別注意就是 總共的列數 所以你這個事實的部分 恐怕這個範圍 可能要再重新選一下 比較保險 因為他原來我們在住磚裡面是只有40 可是這邊是101 所以打購一下 再把它向下填滿 基本上 其他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辦事員這邊也是一樣 你可以 油票放上去 直接把它填滿 其他這個都一樣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把它完成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那個 最後的完成的 相關的參考答案 其實各位也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 也是一樣 叫 人事考評管理系統的一個 文件 裡面的話 我有把那個剛剛的步驟 需要用到的函數呢 通通都用截圖的方式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基本上 這裡 比較特殊的 我想大概就是 會有個value value是轉型 其他 都 差不多 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密的函數去切 你的編號裡面的某 些字串 也許是三個字 也許是一個字 那當然切完的字串 因為密的函數是文字 所以切完之後 文字 如果你要再把它轉成 數字的話 記得用value 用value 那其他的話還有考核 考核部分 那考核你可以平均 平均的方法 你可以相加除以3 或者用Average函數也可以啊 我在雲端上有截圖的畫面 各位可以自行在參考 然後Rank 我這邊Rank 因為我這版本是2010的 所以是RankEQ 那你們 07的話是用那個Rank 用Rank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VBA 那你VBA你要跨 跨那個 多個 其實也還是可以 底下有個VBA 有一個VBA 小便 在中間 不同的 有一個VBA 的 有一個VBA 有一個VBA 在外面 有個VBA 有一個VBA